有兩台市即將要全新大改款 也就是Nissan的X-Rail 以及 Hyundai的Tosan 面對這兩位新同學 來勢洶洶的話 接下來在台灣市場 會不會改變中型SUV的版圖呢 以這兩台車來講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我們大概了解一下 現在中型SUV在台灣的狀況 首先賣的最好的是進口的Raffle 這個我們都知道 今年我想應該28000台 甚至上看3萬台都有機會 總年度 然後每個月就是2000多台 2000多台再賣 再來如果我們純就國產 因為這兩台車 等到進入台灣的時候 都會以國產的身份上市 對不對 它的國產直接抓對頭是誰 CRV 還有KUGA KUGA 現在最夯的這兩台車 每個月都有1000多台 然後總年度的銷售 我覺得這兩台車 應該都會再拼 大概15000到18000之間 比剛剛Raffle稍微少了一些 但是還是非常不得了的一個數字 所以這兩台車要挑戰的是什麼數字呢 單月破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數字 在以前覺得破千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其實因為現在整個市場 往SUV傾斜 所以單月破千 畢竟它是主力產品 如果做不到的話 他們這個品牌就會比較吃力 而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以今年下半年第四季來講 就會上市現代的圖上來說的話 它因為畢竟它是韓國品牌 我們台灣對韓國品牌接觸度 還是沒有像日系品牌那麼高 它要上1000的話 到後來穩定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比較難 但是我相信還是會是 這個品牌裡面銷售最好的一台車 對 為什麼呢 其實我說真的 我不是喜歡SUV的人 但我看到它的原廠照片 我就覺得這車也太美了 我覺得實車搞不好更好看 對 真的太美了 這個水箱護照 對 它的水箱護照 這個是重點 它雖然看起來很大的一片水箱護照 為什麼會讓我們有那麼大的視覺感覺 因為它把頭燈跟LED的日行燈 全部整合在水箱護照的那個結構裡面 它第一 它在這個韓國上市第一天就破萬 對啊 接單破萬太恐怖吧 太討喜了 所以大家看了 就是我說的像這個部分 其實都是燈組 頭燈跟LED的發光器的部分 很有未來感 感覺裡面好像是坐了一個英雄 不知道是誰 你說像超級英雄那種 對 就覺得它哪個誰英雄 坐在裡面的車 那除了外型設計真的是很吸引人以外 剛剛艾達爾幫我們介紹了 它的車格在台灣會引進的 會整個放大 軸距你知道會到什麼程度 軸距到2米75以上 2755 比庫卡也大 比CRV還要大 也是這個層級裡面現在是最大的了 它本來現在在這個層級相對是比較側個比較小一點 現在變成一局變成最大了 所以空間也有了對不對 造型也有了 然後配備雙10.25寸的螢幕 然後該有的A-DAS這些東西 其實在這一代的圖上也都已經夠齊了 所以這個都不用擔心 最重要是動力的部分 按照目前所知道 但它還不能完全確定 1.6升的渦輪增壓 甚至是之後的Hybrid 都是有可能引進的 Hybrid甚至有220幾匹的動力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產品上面來講 我一直都覺得 韓國車它的產品實力絕對沒有問題 再來就是個人觀感 但是我覺得它帥到 可以讓人家拋棄掉一些對品牌的一些成見 所以我覺得它會有搞頭的原因在這裡 如果要是價錢又漂亮的話 是 哇 那個真的是不得了 如果它能維持在現在的1.6 Turbo的這個價錢 就大概95到105 這樣子的區間 很有競爭力 對 但是 因為加了那麼多配備 又變大了 可能會稍微墊高一點啦 大概我想最入門可能大概100上下吧 然後高階可能就110之類的 但是對比你像剛剛講的KUGA 還是CRV也在這個價位代啊 所以其實並不是不會有競爭力的 好 說完了圖上以後呢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X-Trail 這個車就真的每個月 我覺得一定會破解 因為它產品品牌的問題 對 它是Nissan 你看那個Sentra出來 或者那時候Kick出來 其實都是殺手級的產品 那既然它的中型主力的X-Trail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新世代的X-Trail 它整個造型整個又變更大起 對 比現在的那種流線感 又整個變方正 稍微粗獷一些些 是 我常常都笑說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Nissan版的RAV4 有 有像車頭很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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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變成VVOTION的RAV4的感覺 所以從RAV4成功行銷的經驗 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造型 對台灣的消費者是OK的 是喜歡的 那此外呢 我們都知道Nissan 它在質感的營造 空間的營造 寧靜度還有科技 所以剛剛說Tuzan是兩個10.25吋 它兩個全部給你12.3吋 更大 有更大 對 然後ADAs這些也全部都有 最重要的是 剛艾達也幫我們講過說 雖然我們不確定它動力到底是什麼 因為中國市場現在用的是1.5升的VC Turbo 然後呢 但是E-Power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在別的市場 1.5VC Turbo 我覺得覺得很厲害了 就已經很厲害了 可變壓縮比了對不對 是啊 但是還是有可能高階車廂還有E-Power 所以 我以為你說高階車廂用NA 那是美國才會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最重要的就是 剛剛冠儀講的價格了 對 但是你上的定價 他們畢竟是老牌車廠 我覺得不會笨啦 不會把你去定到一個天價 你不會賣得比年高 這樣你就會有競爭力 就像我剛剛講 這個車是要挑戰1000台的車子 你一定要 現在我們知道 現在S-Trail是大概99萬9 到116萬多 這樣子的價位區間 所以到時候你的定價 如果最入門還是可以壓在大概100萬左右 高階讓你到120 130 因為如果真的一拋進來 那個科技程式是不同的嘛 這樣子的價格設定 以現在的消費者的接受度來講的話 1000台絕對是有搞通 拭目以待 好 我們就看你是不是鐵口直斷 好 這兩位呢 在這個中型SUV的新世代的同學呢 大家充滿了想像也充滿了期待 但是我們回歸現實來看一下 目前在市場上面大家都買得到的兩款車 國產的競爭激烈 可是福特的庫嘎啦 還有Honda的CRV 之前節目中還幫大家介紹過 福特庫嘎推出21.5年式嘛 對不對志祺 可是呢他推出這個21.5年式 增加一些配備之後 有沒有辦法直接威脅到 我們的休旅一哥CRV 好 歡迎我直接跟你說 目前呢我們所得知的消息是 KUGA這個新年式21.5的這個X 這個車型呢在七月份 接單就接了一千五百張 所以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他在這一次新年式的更動上 是很受消費者喜愛的 而且接單量的 受歡迎的程度非常的高 但是呢 跟他的老對手CRV 這個就是非常高的 有討論度的兩個車種 因為為什麼拿RAV4進來 就沒得玩了嘛 那甚至呢第一名我們都知道是RAV4 二三名永遠是這兩台 下面的是誰 大家也不記得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KUGA跟CRV 真的就是在這個急劇 最值得我們拿出來 桌隊討論兩款車 那我們來看一下單就銷售的部分 KUGA呢在七月份 賣了一千一百八十二台 那市占率有14.5% 我們對比一下CRV一千三百多台 多一點點市占率16% 也多一點點 那累積的銷售呢 七千台九千台 這個差距就稍微有再大一些些 那市占率同樣也是喔 不過呢我們來看一下去年 去年同期的成長率 KUGA有非常驚人的震 73.2% 對 畢竟新世代的車款 對 新世代的車款 那CRV呢其實也是有漲幅 17.3% 不過大家關注的 當然是在那個數字的部分 對 KUGA呢我覺得啦 首先第一個 它的每一次的變化 其實跟Focus一樣 求新求變 都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創造很高的市場話題性 那確實 這台車不會言的說 它已經是 這個極具裡面 包含甚至比RAV4 什麼CX5等等車款來說 配備最滿的一台車了 所以 我覺得如果是比較在乎CP值 然後就花的每一分錢 你想要有最好的配備享受的消費者 當然會選擇這台 絕對沒有問題 那CRV呢 剛剛前面也講了一些了 它的 我覺得這兩台車啦 這兩台車來做選擇的話 CRV 空間 售後的保值度 以及舒適性 我覺得這三個點是 它會比KUGA 稍微再強一些些的地方 不過雖然兩台車真的都很接近了 那KUGA呢我覺得 會是動力 操控還有配備 對 各自三個點 對 各自三個點都是 兩台車各有所長的部分 但 如果你問我 接下來的數字 會不會有變化 有一些變化 我個人會覺得 應該還是CRV 會小小的略勝一籌 因為畢竟我覺得它的 車型的口碑 還有市場時間的歷練 是比較長久的 在消費者心中的地位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呢 KUGA的問題有兩個 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思考一下 它有這樣的數字 會不會有可能是因為 新年式的推出 包含了 張軍營廣告的代言等等 有非常高的話題性 才這樣的數字呢 如果它沒有做一些 年式的改動 會不會被CRV 有一點點拉開查局 這個我們不知道 這個要看後面的銷售表現 但另外一個點 反觀你可以覺得就是 它現在一到七月 都有這樣的一個成長率 那下半年 KUGA如果可以延續這波氣勢的話 那其實超越CRV 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那我們知道CRV呢 其實 新一代的車型 也快要出來了 所以 後續 還有沒有什麼把戲可以變 一些特色的車型 或是一些 小小的可能 車型編成的調整 對於市場的關注度 再提高一些 我覺得會是 兩個品牌接下來的 行銷操作上的不同 嗯 在台灣的市場啊 百萬級距的休旅車 可以說是一級的戰區 而CRV所面臨對手 可都不是吃素的 他們都是各個品牌下面的 一級戰將啊 那對於本田來說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要端出 一些新的菜色 才能夠迎來 他其他的競爭對手呢 沒有錯 其實剛剛我們一直在分析 這個CUV的這些 SUV這些車款 那確實呢 以CRV來講 他推出也有一段時間 那雖然說 這段期間以內 各個品牌 或者是各個其他的競爭對手 被他拿來 作對啊 還是什麼比較也好 看起來 他好像需要有一些動作 都不太受影響啊 但其實在剛剛的 志祺講的那個銷售表現 其實他們在去年 有進行一個 產品的一個調整 編程之後呢 其實也還是有延續到 他的一個銷售的一個表現 那其實這個是外媒 他所公佈的一個CRV 新世代CRV的預想圖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其實我可以從一些 現在即將要推出的 新世代的Honda的車款 去大概揣摩一下 他的這個 之後的長相會怎麼樣 比如外觀上面 他可能在槌上罩的部分 是不是有點跟bit有點像 好像面積好像會變更大一點點 然後有點 這是立體的 比較垂直的水箱護照 然後這個燈呢 是不是又跟新世代的Civic 又有點像了 又細 然後日行燈的感覺 又把他更 把那個燈框住了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就 就我們知道了 未來他可能會在車身 尺碼上面 也會同步的這個增長 比如說他那個空間等等 因為大家可能會收集一下 上一代這個車型的 這一代車型這個 一些消費者的反饋 在空間上面 應該也會有所增長的 那車尾的部分 其實這個是因為是預想圖 他連概念車都還不到 所以我們都知道 預想圖是很前面的 就是當然之後 可能不是百分之百 都是這樣子的 那這一樣 應該也是會維持這種 垂直式的這個尾燈 然後在寶桿這邊 也會進行一些修飾 那在動力的這些科技上面 我相信這個 新世代的1.5T的這個引擎 其實應該還是繼續沿用 不過會在科技性的方面 包含AIDAS這配備 我們都知道 放大天性雖然說 很受消費者的歡迎 不過我們知道 以FIT 世代FIT上市之後 他的那個AIDAS的系統 其實又更加的高階了一點點 精密 在鏡頭方面更加精密 所以之後等到新世代的 如果真的上市之後 在AIDAS這個系統方面 放大天性 他可能會多了一些轉向的 一個動態的一些偵測 包含入口的轉彎的這些偵測 所以他等於說 他的一個安全系統的 會更加的一個全面 大家可能想說 預想多出來了 那到底新車 什麼時候才會出來呢 我相信明年應該會有 進一步的消息 但是真的要導入到國內的話 可能要2023年 不過我現在可以記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 現在HONDA 他其實已經有 Hybrid系統要進來了 對 所以新世代的CRV 也有可能會導入這個 Hybrid的這個動力 讓他整體的這個 競爭力會更加的豐富